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为2019冠状病毒疫情成立联合工作小组 两国将统一双方陆路边境的筛查程序 以防止冠状病毒扩散 我国卫生部发文告表示 新马冠状病毒疫情联合工作小组 星期二在新山举行了第一次的会议 就职权范围达成了共识 两国卫生部官员各自分享了国内的疫情情况 双方也同意继续进行入境筛查 并共享监控的数据 患者的临床管理资料 以及政府针对疫情所发布的公共信息 联合工作小组将在下个月举行第二次的会议